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感心动意的时候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首诗歌 叫做 Oh Love That Would Not Let Me Go 中译是《伟大的爱》 这个歌词很特别 是由一位盲人牧师George Matheson 所写的 曲来自Albert Pease 他有很多翻译版本 这里可以给大家参考 可能你还会找到更多版本 这首诗是掌老会最有名的盲人牧师 马德胜George Matheson 是1842到1906年的人 是由他所作的 他出生在苏格兰的格拉斯哥 爸爸是当地一个有名商人 他自小患了眼疾 而当他入大学后 他的事力迅速衰退 而到了18岁的时候 就双目完全失明了 但他凭着他聪明的天师和坚毅的意志 是以优异的成绩 毕业于哲学系 这个George Matheson 马德胜 他作这个诗的时候 是在1882年 1882年 大概是40岁的时候 那时候是他不画之年 而据作者自己说 他说 这一日 是我妹妹的结婚日 全家都走到城里参加起宴 突然间 我心里有一种极端的孤独 沮丧痛苦和挣扎 我的赞美诗 是在1882年6月6日 夜晚刻 在恩奈蘭的庄园里创作 当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僅僅是我自己知道 这就被我带来最严重的精神痛苦 而这首赞美诗 其实是苦难的果实 这也是我写得最快的一首诗 是五分钟之内就写成 而且是不需要修改一个字的 我仿佛只是好像一个速记员 将说话记下 而关于最后一节所提的 《红花开片》 《红花》仍然是代表爱牺牲的精神 这个是否特别 五分钟之内 可能他受感 写到为了自己的祭遇 但又看到神那种偉大 而写成这首的诗歌 题外话 我也讲一点自己的见证给大家 我曾经在一次 因为要参加一个诗歌创作比赛 那次在毫无头緒 文字和曲调 谁知道在一个主日 我下午睡一阵 我是很少睡 但那次真的睡了 睡了之后 起床 竟然真的如涌出来 两个小时之下 将一首的诗歌 无论是词和曲调 完成 完全完成 字是没有改过一个 不过之后我就没有什么经验了 所以原来神 我看过很多传记 那些都是 久不久 神都会在人的心里 去动工 我相信不是来自那个人 而是他有一些想法 神帮他 感动他 写成一些神 所帮到人的诗歌 都不顶 好了 我们看下去 而这个Matherson 他写了几本 关于神学的书 和一卷的诗集 叫《圣角》 是在1890年 他在1879年 被爱丁堡大学 授予神学博士学位 而并且在1902年 亦获得阿伯丁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 而他在24岁 就做传道 两年后就按摩 而1886年 他就升任 拥有成二千多信徒的 聖伯立教区的主任牧师 当他睁开眼讲道的时候 是和常人无疑的 他虽然相目生命 但是他有超人的记忆 而他的妹妹 就是他最得力的助手 他妹妹记下他的讲章 读两次给他听 他就能熟记无误 而诗歌、经文也是这样 他的讲章很有力 是当代有名的报道家 他好学不倦 在牧会之余 也会写很多 灵修书籍和研究神学的住所 这就是19世纪末 最受欢迎的圣诗之一 而这首诗 就是《伟大的爱》 这首诗的曲调 就是由这位仁卿去写出 他就是苏格兰著名的 风琴演奏家 皮斯 Albert Pease 他所抱成的 而这个Pease 挺有趣的 平安和平 而这个Pease 他是当代音乐神童 9岁就任英国一所大教堂的琴师 后来就入了牛津大学公读音乐 而获得音乐博士学位 而力任很大的教堂风琴师 而英皇的王家风琴学院教授 可想而知 你看看这首的诗歌 原来是由一个 本身很通晓音乐的人去创作的 而在这四节的诗歌里面 很特别 他的关键词 全部都在开头出现了 第一段是爱 第二段是光 第三段是喜乐 第四段是十字架 不单是寫作的人和基督的关系属性 亦是基督就是这些名字的代表 爱是疲惫灵魂的避风港 就像海洋一样很深远很深邃 第二节的重点就是照亮歌者道路的光 我们的闪射的火具 就被基督的阳光的火所增强 而基督就是世界的光 而第三节就是喜乐 但这个喜乐是一种通过痛苦 而为我们找到的喜乐 彩虹就是雨后希望的应许 表示神兴将不会再有眼泪 而十字架就是最后一节的主题 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苦难 红花形成导致新生的诞生 而主十字架的爱是不会让我们离开的 为你和我带来了令人多么振奋的盼望 接着我们真的要看一看这首诗歌的歌词 希望如果你喜欢闭上眼睛去聆听里面的歌词 之后可以打开我youtube下面 有几首诗歌推介给你参考 可以继续去默想 《伟大的爱》 这里是这样说的 永不离我伟大的爱 我令疲倦 安息处来 属你生命 现在献上 愿他在你恩典海洋 更加壮阔浩荡 照我道路生命之光 生命值你荣美恩光 更觉美丽辉煌 痛苦时安慰我之乐 我心枕臨将你拒绝 我在雨中尖望彩虹 知道应许不会落空 天明累行无中 使我抬头的十字架 不归于你我伏何枉 属世荣华 甘愿埋葬 朵朵 红花开遍地上 生命永远久长 希望这首诗歌 本来是诗人 他自己不知经历了 什么痛苦写成的 但我相信 就算你不知去什么事件 你自己可以对号入你的座 都能够经历到 这首诗歌的安慰 和那种力量 希望大家 喜欢这首诗歌 今天到这里